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春哥 那在三个月之前我们购买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几乎所有的WiFi6设备 想要做一期WiFi6的横评 为了测试呢 我把家里的网络生成了千兆宽带 并且跑了一个speedtest的测试 算是给大家做预热 结果呢 这些视频在抖音上取得了两千多万的播放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这一次呢 咱们就用这一台小米的AX3600来作为测试的负载 看一下要把一台WiFi6设备到底好不好搞明白 有多难 小米AX3600啊 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 包括小春哥在内的很多UP主都已经评测过了 3600兆比特每秒 实在是太快了 七根天线 这是不是一台好的WiFi6路由器呢 以前呢 一家人看一台电视 现在可能是人手一个iPad 手机或者是电脑 那么三台设备同时要求大流量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能够稳定的 快速的享受到我们的带宽 那同一栋楼里面家家都有WiFi 这些WiFi是会相互干扰的 那我们的这个WiFi能不能扛住这些干扰 总结来说 评价一台无线路由器是不是好 主要就是接收器的灵敏布 吞吐量 覆盖范围 多用户支持 抗干扰和稳定性 所以啊 我觉得这事不难 咱们专业是干测试的 已经知道了要测什么 还不是分分钟的就把它搞定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WiFi6路由器到底能跑多快 这里呢 是回行针里面的一张图 5GHz下面 一条空间流的理论速率是1.2G比特每秒 那小米发布会啊 宣称它是支持8x8的MU Memo 官方后来自己给自己劈了谣 说的是 它是支持8x8的桑顶佛MU Memo 支持2x2的Memo 支持MU Mem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晕 反正我是晕了 测WiFi6的第一个壳就是得看懂参数 让我们先来计算一下它这个理论速率3600是怎么回事 它一共有7条天线 其中一条是AIoT的天线 它是2.4G和5GHz双平的 2.4GHz的理论速率是150Mbps 5GHz的80MHz的频宽下面跑出来的速率是433Mbps 那这两组数据叠加起来呢 就是583Mbps 还有两根2.4G的天线 理论最高速率是574Mbps 还有四根5GHz的天线 160MHz频宽下面 单流最大的速率是1202Mbps 在160MHz频宽下面 理论上两条天线可以跑到2402Mbps 那跑吞吞吞要两台台式机 还得有WiFi6的网卡 那目前只有Intel的AX200 那既然是2402Mbps 咱们得给它来一个万兆的环境 OK 我们买上两个万兆网卡 再加上一个万兆交换机 吞吞量测试台和万兆环境 我们就已经拥有了 为了模拟应用 我们还买了一个支持万兆的NAS 再拉上两根1000Mbps的宽带 2000Mbps的外部带宽 两个路由器对比的时候 也会互不干扰 万事俱备 我们准备开测了 但是我们发现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跑不到理论数值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 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它的理论值可以跑到2402Mbps 但是这个网口它是1000Mbps的 如果你购买这一台WiFi6的路由器 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第一点 它的最快速率是受限于这个1000Mbps的网口 那它能够跑到的最高速率是不会超过1000Mbps 那我们用这个测试台测试了我们所有的WiFi6路由器 但是在测试过程中 我们发现数据不太稳定 那为了赶时间 我们还是完成了15台WiFi6路由器的所有测试项目 整个测试数据达到了2000多项 分析数据发现 数据的不稳定性 可以做定性的分析 定量就不太行了 如果只是做定性分析的话 就没有办法体现配置更高的路由器的优势 吞吐速率 覆盖范围和抗干扰这三项测试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发现呢 WiFi6路由器的信号的确会比WiFi5稍有提升 比如说这台小米的AX3600整体的表现就还是不错的 那针对这台小米AX3600 我们还测试了无线对有线 有线对有线 这些条件下的单向单线程 双向单线程 双向多线程等等情况的速率 还分别用华为P40 Pro 小米10 Pro iPhone 11 Pro Max 这三款手机测试了无线的最高速率 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 小米AX3600的确和网卡有2.4G比特每秒的握手速率 也能跑出来最高1000Mbps的峰值速率 甚至是用小米10 我们还跑出了105Mbps的峰值速率 跑满了带宽 但是各种终端跑出来的速率极其不稳定 过程当中数据波动非常大 这种波动不可控的话 产品的对比其实就无从谈起 而这个问题其实普遍存在 混动量越大受到的干扰就会越大 覆盖范围方面 我们测试了无折挡 有折挡 360度覆盖这三个项目 将近50个点 800个测试点位的数据 那我们Speed Test的测试表明 无折挡条件下 10米之后小米的AX3600的速率 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那有墙遮挡的环境下 传输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两度墙以后 我们还测试了这台小米AX3600的 360度信号覆盖 我们发现这台小米AX3600有着明显的信号弱点 体现在机身的两端 这应该是天线优化的问题 我们同期测试的华硕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也测试了抗干扰的情况 小米AX3600的抗干扰水平相对比较一般 那总结我们的测试 千召网口限制了WiFi6的性能发挥 如果一台支持WiFi6的手机 WiFi6是可以跑慢带宽的 但是当网络当中存在着一些WiFi5的设备 和一些不支持2x2memo的设备的时候 OFDMA和MUmemo这些WiFi6的主要特性 就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效 多设备的累加吞动量会产生很大的损耗 性能的表现甚至不如WiFi5路由器 而且我把我家里的路由器替换成WiFi6路由器以后 我会发现小米的很多智能设备会存在很大的不兼容的情况 最后不得不采用了WiFi5和WiFi6两台路由器 并行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在三个月的测试之后 我们终于确定了支电WiFi测试1.0版本的标准 并且吃巨资购买了一个屏蔽箱 来解决信号干扰的问题 那各种测试用力也已经经过了验证 如果要说这三个月的测试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话 那就是WiFi的这个坑真的是太大了 但是小诚哥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既然我们开始了 我们就一定会把WiFi测试这件事情好好的做好 给它整个明明白白 那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你们的点赞分享评论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